大家看過這個假扇科技之後 你應該發現做動畫簡單 但是有一個小缺點 有什麼小缺點 你有沒有發現 網路速度不順的時候 點一下就要等一下 而且他每個分頁是點一下就載入一下 點一下就載入一下 為什麼 因為他軟體又沒有放在你家 純粹雲端服務啊 所以這個時候 就他會有一個小小的缺點出來 那 Anomize剛好把這個缺點再改善一下 也就是說 我今天我的動畫軟體 我是用安裝的 只有什麼 內容我才網路上載進來 這樣就完全利用你自己電腦的運算能力 減少了這些網路流量的負擔 那這個軟體呢 現在簡體版還有國際版 都是2.54這個版本 都已經同步了 所以你用哪一個都OK 我們先暫時用簡體版的 這樣各位在看功能的時候 會比較容易上手 你再換到英文版就是 一樣的 那首先第一件事情呢 你進來之後右上角這裡 我們還是要先怎麼樣 先註冊一下 所以你按右上角登錄 然後呢 在這邊 你 如果是第一次使用 還沒有帳號 這裡有一個沒有帳號 有沒有 你就來這邊 打上你的信箱跟兩次密碼 那這裡呢 他會要求你 有一個認證信 你要去收信 那順便提一下 如果你覺得你不是真心的 我們上次有介紹過 有沒有 剛剛那個敏慧也有說 你可以來這邊 假設你不是真心的 你就回來這裡 進到我們任務裡面 你要會一個關鍵字 叫做 拋棄式信箱 可以嗎 反正他會寄信過去嘛 你就找這個關鍵字 我平常 比較常用10分鐘的 10分鐘就是這種銷毀 那你只要在那個期間內 有收到信 回覆一下 這樣帳號也沒用 OK 這個是 如果說在註冊的時候有問題的話 你不想用自己真實信箱 你就用這個方式 那現在呢我已經有註冊好了 就先登錄一下 OK 好了 那 剛剛呢我們是在裡面 講上科技裡面都用範本 你有沒有發現左手邊也是一堆範本 對不對 左手邊也有分門別類 也有分門別類 所以 這些範本呢 一樣的 經過一段時間他就會 更新更新 那你喜歡哪一個不要客氣就點他一下 點他一下 他就從這個時候他就從網路上載進來了 因為範本是在網路上的 所以 他只是 這個地方就用到你的流量 那每個範本載入的時間 不一樣 因為有的比較複雜有的比較 簡單 一樣的 你選好你的範本 就已經成功一半了 你只要按一下預覽 來這邊 哪裡有預覽 在這裡 有兩種方式可以預覽 一個是這邊的play 但是這個play是只有play一個頁面 如果你要比較完整的 就整個動畫都看到的 請看上面這邊 有沒有一個預覽 在這裡 你要看比較完整的 我建議從上面 從上面按一下 這樣 因為在你自己的電腦 所以這個時候速度應該會比較快 這樣有看到 預覽 這邊 他就撥給你看 就撥給你看 這樣的話 你就全部的頁面可以一起 而且他在切換 以我現在來講 他在切換這兩個的時候 有沒有一點馬上就切換過去了 比剛剛假上次快很多 這個是他的優點 這是他的優點 除了這個以外 其實 你不覺得 我們的畫面看起來幾乎都一樣嗎 還是那句話 PowerPoint學好 就好 左手邊 他叫做場景 假上叫做換燈片 PowerPoint叫投影片 好 再往右手邊 主要功能 是不是在這個地方 是不是這裡 右手邊是不是相關的屬性 再來 要做動畫 就要往下 是不是要找到這個時間軸 這樣有沒有不小心都會了 所以假上會了 這裡就會了 這樣 有沒有問題 沒有 你先試看看範本好了 好吧 那如果萬一這個範本沒有你要了怎麼辦 請按上面這邊 有沒有一個回首頁 他就會回到你的最外面那一頁 他問你要不要儲存 你就回到最外面那邊 你就可以重新再怎麼樣 做挑選 這樣可以吧 那這裡有VIP的 左手邊 有沒有VIP的 各位就不用點進去了吧 不是不能點進去 我是怕你看了會傷心 因為看了又不能用 這樣會有 那個 慰睡行為對不對 所以 你就乾脆不要看就好 那他的葉子呢在右上角 左下角 有沒有 這裡 所以你可以往後看 好往後看 原則上呢 他上面如果是付費的 你就看一看 跳比較後面好了 看一下 他會告訴你說這是VIP的還是哪一個 如果有的就不能用 但是這邊都還好 這些都是可以用的 有沒有蠻多的 這樣 會不會找換本 可以啦 你就先挑看看 看有沒有你喜歡的 就把它點一下 記得先預覽一下 因為畢竟 動畫不像圖片 一眼就忘記 所以你要先看一下 是不是你想要的感覺 這樣子 好嗎 好看 等於是